大家好,我是任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女孩获得神奇雪愿盒 许个愿望就得死人的故事 想要自愿的朋友可以留言评论 或者微信回复 夺命潘朵拉 在乳花还是个小萝莉的时候 她亲眼看到母亲丧尿自杀 这给她留下了童年阴影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 乳花已经变成了大姑娘 父亲富贵靠捡垃圾为生 乳花感觉到非常的丢人 由于家境不好 乳花经常受到小蜜蜜的欺负 富贵在垃圾箱捡到了一个音乐礼盒 送给了乳花 可是上面全是古汉语 只知道可以许下七个冤枉 她对着这个学院盒随意说了一句 希望小蜜蜜全身烂掉 到了晚上 学院盒竟然自己打开了 非常的诡异 镜头一转 小蜜蜜的浑身果然溃烂 脸上还留下了一个大黑斑 不过诡异的事情随即而来 从小陪伴自己的小狗 离起死亡 第二天来到学校 她看到暗恋的男生小鸡鸡正在撩闷 于是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希望小鸡鸡爱上自己 固然愿望再次实现 可是另一边 乳花的二舅老爷 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 脑壳撞带了浴缸上 回到家里 乳花接着许下了第三个愿望 希望自己继承二舅老爷的所有遗产 他们搬进了一千坪的大哈欧舍 开启了中国的好吃奥拓 于是同时站另一边 从小疼爱自己的老邻居李婶 在做饭的时候 头发绞进了搅拌机里 头皮也被撕裂 死相非常的凄惨 这是死掉的第三个人 乳花也预感到事情的诡异 于是在大朗的陪伴下 找到了精通古汉语的乌婆 乌婆说 许完愿望之后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回来的路上 乳花发现老爸富贵还在捡垃圾 于是乳花许了第四个愿望 许完老爸不再捡垃圾 果然老爸变成了灵魂歌手 乌婆这下明白了 每次许愿都得死掉一个人 不幸的是 自己却变成了第四个愿望的牺牲品 忽然风驰天车定上了一命 乌婆就占领了盒饭 大郎来找乌婆 却发现她离奇死亡 她告诉乳花 许个愿望就得死掉一个人 血在血花 可是乳花已经沉迷在 许愿的快感之中 接着她许下了第五个愿望 希望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乳花发现有人在偷窥自己 于是把许愿盒藏了起来 第二天又把许愿盒的事情 告诉了闺蜜 闺蜜同意把盒子给扔掉 可是乳花害怕 失去拥有的一切 还是把许愿盒给锁了起来 随后许愿盒自己打开了 第五个要死掉的人 马上出现 万万想不到 竟然是闺蜜 小黑妞 乳花这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她找到大郎 想要毁掉许愿盒 可是无论用大火焚烧 还是用铁锤死尽的炸 许愿盒安然无恙 乳花只好又把许愿盒 给锁了起来 可是第二天 许愿盒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豪宰也被收了回去 原来是闺蜜小翠偷走了许愿盒 乳花不小心把小翠给推了下去 大郎看到了这一切 试图劝说乳花毁掉许愿盒 可是乳花舍不得放弃 现在拥有的一切 她把许愿盒带到了家里 许下了第六个愿望 希望妈妈能够活回来 果然愿望成真 还带来两个妹妹 妈妈活了 就得有个人死掉 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老爸 富贵 这个死法触不及防 乳花决定要挽回一切 她对着许愿盒大喊 许下了第七个愿望 希望回到老爸 捡到许愿盒的那一天 她在老爸之前找到了许愿盒 并且把它转调给了大郎 让他毁掉许愿盒 可是镜头一转 乳花就被小壁吃给撞死了 大郎看着这个神奇的许愿盒 露出了邪恶的笑页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随便在垃圾箱里捡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许愿盒 你最想许什么愿望呢 欢迎机机评论告诉我 我希望每个人反手给我一个点赞 今天就说到这 休息 休息